因为美国的超级财报州优于预期 再加上美欧的贸易战传出利多 所以带动了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全数收高 尤其是电子股、科技类股 纳斯达克指数大涨了1% 其中最主要就是受到了苹果的激励 苹果将在8月1号公布财报 昨天晚上的股价就先发动攻势 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难道这就代表台湾的苹概股安了吗 可别高兴的太早 因为今天居然传出了一个杂音 说9月份可能要推出的一款新iPhone 会延后量产 那这是不是代表苹果接下来的营运 会受到冲击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苹果的股价 从苹果的日线图当中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昨天已经突破了前部的高点 再创历史新高 最近这三个月以来 飙涨的幅度就达到了20% 而昨天创下历史新高的激励 但是为什么今天苹概股没有太大的动静 因为大家担心 在9月份原本要发表的新机 可能会有变数 因为现在传出来 苹果9月份要推三款新手机 那这三款手机当中最受瞩目的 就是相对比较低价 比较便宜的这款LCD的手机 LCD版本的iPhone传出来 现在新台币2万块钱不到 就可以买一只新手机咯 也许2万块钱买一只手机 对于很多的投资人来讲 可能还是很贵 因为Android或者是大陆很多手机 根本不到1万块或者是1万块出头 就能够买到非常高档 非常高阶的手机 但是对于果粉来讲 以前买一只iPhone的手机 2万 3万甚至是4万 那现在如果花不到2万块钱 就能够买到一只iPhone的话 当然对于苹果来讲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 但问题就出在这一只低价的iPhone身上 现在传出来 因为面板设计出了问题哦 所以原本9月份会推出的 现在可能会延后到10月份了 如果延后到10月推出 那整个量产 整个拉货的时程 不就都要往后挪吗 那这对于苹果供应商来讲 会不会是一个打击 大魔就说了 摩根士带利证券说 苹果7到9月份的营运表现 恐怕会不如预期 因为这一款iPhone要延到10月份 才会正式开卖 那如果大家期待的这个低价iPhone 真的要延到10月才开卖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今年第三季 这个平概股的旺季效应真的会落空呢 我们其实从最近一些平概股的法术当中 释出来的展望真的有相呼应哦 比如说台积电 台积电在7月19号的法术会当中呢 就已经先把第三季的营收预估 即增7.6%到8.9% 比原先法人预期的10% 相对来的是稍微低一点点的 而且台积电也调降了今年的营收成长 从10%调降到7到9% 那台积电衍生出来 包括了半导体这一块 看到了联电在昨天的法术会当中 对于第三季的产能利用率 还有毛利率 都是呈现了下旧的情形 所以外资在这里调降了平等 维持一买 一家中立 两家维持卖出 而除了半导体这一块之外 另外在生化甲的概念股当中 稳貌最近在跌 也是在跌第三季的财报不如预期 因为在7月20号的法术会当中 他们把第三季的营收预估 剂减了10% 毛利率呢 大约30% 也是低于法人的预期 所以第三季真的会忘记不忘吗 那法人就说了 苹果的新机销售恐怕会低于市场的预期 大家现在担心的就是8月1号 要公布出来的苹果财报 会不会也没有想象中来得这么亮眼 这一块钱是5月1号 就像是5月1号